环保值人員沿街大規模清修 19號本土確診再增6例 嘉義和桃園各增3例 其中桃園2例與桃機相關 兩名桃機清倉人員 案人1913、21914是長榮航情員工 多打過3劑疫苗 近兩週例行採檢都陰性 但21913、15號喉嚨痛就醫 21914、16號出現喉嚨癢 兩人18號例行採檢確診 CT值26到28 指揮中心目前高度懷疑是 京的傳染員與桃機就案無直接關聯 初步一調桃列機場54人居隔採檢 由於這兩名桃機清倉人員 負責不同機倉清潔 但上下班必經第二航下 專家分析可能是被入境旅客感染 專家也不排除是其中一人 現在機倉感染再傳給另一人 距離上次桃機全治案 最後一位機場清潔員確診 19號兩位清倉人員確診 已相隔27天 兩名確診清倉人員 10號到16號曾到桃園三家大賣場 環保局緊急清銷 而桃園新增另一案 21915 CT值34沒打過疫苗 16號腹痛腹瀉就醫採檢確診 N抗體陰性 S抗體陽性 23採都是陰性 各位家屬PCR檢驗也都是陰性 目前研判是舊案 那對社區應該是沒有影響性 桃園新增參例最領專家憂心的 就是淘機工作人員誘爆群聚 因為入境檢疫縮短才過12天 國門第一線人員染疫若未及時防堵 恐怕對社區疫情造成威脅 記者有志願千鴻如草召人 桃園採訪報導 今天推出的默默水 是解決煩惱的好幫手 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話 因為這個有含Gaba 裡面有長安酸還有陽柑橘 萃取物等等 可以讓你更好睡 開啟啟動你入睡的關鍵 好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麻煩來掃一下我們的QR Code了 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來選購